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仙女士频道 今天我们视频的主题是 为大家催更了非常久的一个主题 也是每年我都会拍的 就是今年的文房巨屋的文具大厂 我其实买回来这些获奖文具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一直就是堆着没有拍 正好今儿终于有时间 能把这个主题给大家拍出来了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因为最近一直在忙装修还有婚礼嘛 所以就是事儿特别的多 今儿呢正好有时间 就赶紧把这个快递给拆了 把这个文具呢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呢先来跟大家说 今年文房巨屋的文具大厂的一个大厂 就是它是最厉害的一个奖 是给了吴竹的这个carapple pen 这个呢是一个空的笔 我其实在一开始 它公布了这个获奖消息的时候 我就看了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是说 它是一个可以让自由定制里面 这个墨水颜色的 就是如果大家是非常喜欢买 钢笔墨水的 这个时候你买这点空笔 就是你的墨水不仅可以用于钢笔了 你也不需要说去用毛笔去沾着墨水用 这个也是一个消耗你买的墨水的一个新笔型 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笔呢它是给了一个空的笔杆 然后呢它给了中间这个 像我们小的时候水彩笔的这个笔芯 这个笔芯呢就是沾到你的墨水里面 或者你自己可以把两种墨水混合 然后混合成你想要的颜色以后 然后把这个吸 看过它的视频就是吸到大概这个位置 把这个呢放到这个笔杆里面 然后再把最后的这个笔帽给盖上往里怼 笔尖呢就能顺着吸上来了 它的这个笔尖呢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平时 练brush letter的那种笔 是头很硬的 大家如果买过木纳美 就是一块钱一根左右的那个彩色笔 这个笔头的质感我觉得和那个是差不多的 我买这根笔我没有想好要去混一个什么颜色 所以我一直就是没有动它 放一段它官方释出的视频来给大家展示 我当时在某宝上面看这根笔的时候呢 我发现它其实是有套装的 我买的是一个单根 它的套装非常的有意思 里面好像是有五根这样的空白笔 它呢同时还会送你一些非常小的那种墨水颜料 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把这几种颜色混合 然后分别吸成不同的这个笔 反正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还挺有一个DIY乐趣的这么一个笔法 当然这还没有完 它在这个笔里面还送了两个圆形的贴纸 你可以把你最终墨水的颜色涂在这个圆形贴上面 然后再贴在你的这个笔帽上 就能区分你这个笔到底画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我觉得这还挺贴心的 日本嘛 它们做文具就是总能想得非常的周到 方方面面都做得非常的棒 这个就是今年的文具大赏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大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大赏够不够资格成为这个大赏呢 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今年的设计奖 设计奖呢 我没有想到它给了一个笔袋 因为说心里话 我官网上面看到它这个笔袋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它好像就是一个透明的里面 装了一个不透明的袋的一个笔袋 但是我拿到时候 我还是觉得它有一些小的设计还是挺好的 比如说大家看外面透明的这个笔袋啊 我以为它上面两个这个扣 它其实是那种衣服的那种按扣 我就觉得这种袋 你再做成按扣 不是很不好开吗 但我拿到时候 我发现它其实是两个磁铁的锡扣 非常轻松就能打开 非常轻松就能合上 所以就是我在拿到它这银刻 我对它的好感度有提升 然后呢 它这个设计呢 是主打什么 大家看它这不是两层吗 外面是一层透明的 里面是一个布的 大家也可以理解成就是它是两个笔袋 但这两个笔袋呢 套在一起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要展示的东西展示出来 你不想展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文具 你就可以放在这个里边看不见的这个袋里 我这个是买笔袋的时候 人家还送了我点文具 这里面的这个小口袋呢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按扣了 在这个侧袋呢 它是有大小两个开口 我现在可以随便塞一点东西进去 比如说我有一些贴纸 这些就可以放在外面 对吧 比如说这种你喜欢的卡片也好啊 什么的也是可以放在外面的 就是它是透的 然后中间有一些乱七八糟的 你先乱的笔你就放到中间 当然它也可以不仅仅作为一个笔袋 就是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什么画面包啊 或者一个收纳袋啊 都可以 但它主要功能还是一个pen case pencil case 我知道文具大赏应该是一个比较高规格的一个评价给它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笔袋设计一般吧 它其实不便宜 一百多块钱呢 我裙子我一百多 我其实可以买一个布的 对吧 更耐用 不用买一个这个 我自己心里是觉得不了亏的 第三个呢 是功能奖 功能奖呢 是颁给了这个middle的可旋转印章 大家其实看这个结构 肯定会觉得并不罕见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用过的很多旋转日期的印章什么 都是这个结构 但是这个比较特别的一点呢 是它这个结构使用上和我们平时用的还真不太一样 我买的这一款是一个植物的花卉图案 我们现在说它这个使用哈 按照我的理解啊 这印章的使用方法是先把它按上去 你看它按上去的时候 它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 看到没 然后呢 我是按这个红色的 就给它固定住了 这个时候这个架子是不会往下弹的 然后呢 我就可以找我想要印的图案 它是可以旋转吗 可以看看 我想要印什么图案 对 然后这底下呢 就是你最终会印出来这个图案 旋转好了以后呢 它这个印章里面是有送一个小的印台的 就把这个印章呢 在这个印台上按一下 它这个所配的印台是防水的 我之前印完了以后呢 然后用那个彩色笔上色 发现它不会印开 大家看 假如我这个是指 按一下 它就只能印一次 它就会自己弹起来 这个印章 我用过好几次了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印过完整的图案 这边 我之前已经把它完整图案都印过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印章印出来 其实特别的精细 就完全不会有那种边边角角印不清 或者是说模糊 然后粗细不均 油墨不均 都不会有 这个印章印出来超级清晰 而且线非常的细 它的获奖原因呢 还有一部分是说 它非常适合一些会画画的 做手账的人 就是如果你不会画这些小图案啊 什么的 或者你懒的话 你就可以找这上面的图案印几个 然后填一个色 按照图案和印章的标准上面来说 这个真的是高质量的一个印章 但是就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吧 总体来说的话 它这么多个图案对吧 它这个价格是对得起这个质量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印章怎么样 是值还是不值呢 下一个呢是创意奖 创意奖呢是给了Camillo的这个 Litro的变迁 Camillo的变迁 应该是每年一定会上榜 他们家做变迁 我觉得也是一绝了 去年获奖的好像是这一款 然后这一款我还挺常用的 就是它用来做标记和简单的记录 是非常好用的 今年他获奖的这个呢 在上一版上面有一些改良 比如说呢 它给这个便签外边套了一个保护壳 大家看见没 上一版这个 大家会知道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放笔道里面 就是你这块 露在外面的底 特别容易就被一些笔划脏了 这一款有了这个保护壳以后 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设计 它这一次呢 是把这个便签缩成了两个 然后这两个呢 分别是朝向不同的方向 一个是朝左 一个是朝右 大家撕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一个往这边扯 一个往这边扯 这个和之前的一样 也是你想 撕多少就撕多少 它也是上面已经有做了这个压痕 不用担心说不好撕呀什么的 这点呢还是和原来是一样的 然后它这一次呢 是把这个玩意儿变短了 就是比起这个这么长 这个就短的多了 就是你的大笔袋小笔袋 全都能装 它更便写了 这个小条呢 我上面一般是用铅笔 或者是用圆珠笔来写 如果大家用其他的笔鞋的话 它可能很不容易干 然后就会容易蹭花 这个便签呢 是属于两端没有胶 然后中间是有胶的 所以大家在做标记贴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贴上 它外面这一截是没有胶的 你也不用担心 它这一块会粘到其他的东西 就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当然它旧版的这个便签 也和这个一样 是两边没有胶 中间有胶的 其实主要的设计的改变 就是它的外观 下一个呢 是圆珠笔奖 今年的圆珠笔奖 是颁给了 Unible One 是这支笔 看起来平平无奇啊 我看了一下淘宝 它的名字叫小浓心 在拍这期视频之前 我其实已经用过这支笔了 这个笔呢 真的就是不愧 它叫小浓心 在任何的光线下 这支笔都会比其他的 那个笔颜色要深邃 要黑一些 而且它就是 即使在会反光的那种条件下 它依然是非常黑的 有的中性笔 它在这样 日常光下面的时候 你看着它是黑色 但其实你把它 一朝向阳光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有点发灰了 但这支笔就是 在任何光线下面 照着它 它都是特别的乌黑 所以就是它不愧为小浓心 我买的这支是0.5的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对比出来 包括迎着光 这是正对大家 日光下 我不知道这个拍不拍得出来 但是我就是在日常光线下 就是冲着光这么一看 就是明显发现小浓心 会比其他的笔要浓郁很多 真的非常非常的黑 所以如果大家比较追求 这种颜色的浓郁的话 真的这支笔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在之前是买了 它这个0.38的学习套装 虽然我也不学习 但是我就是看了这个颜色 这个搭配 这个组合 我就想买 就上头了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这两套 一个是 Morning Time Study 一个是 Night Time Study 它好像还有一个 但是那个好像 当时我买的时候是全网断货 所以没买到 就是有那个非常讨人喜欢的 那个牛油果绿的 它呢是说这一套笔 适合大家在早上学习的时候使用 这一套笔的颜色搭配呢 大家看就是颜色都比较重 适合呢在晚间学习的时候使用 是不是太会做生意了 是不是太会赚钱了 我连你什么时候学习 用什么样的笔都给你选好了 这不就是明着告诉我 你不买 你这段时间你学习就学不好 我买了它 我的学习就能更上一层楼 你说是不是这意思 这两盒笔我拆开给大家试一下色 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色 觉得晚间这三个配色还挺好看的 因为虽然很多这种浅色 我们从视觉上面去看 觉得这个笔颜色还挺好看的 但是其实它写出来 我觉得不明显 就不如这种晚间更浓郁的颜色 让人清醒 这就是这个笔啊 我发现它们最近还新出了什么春夏限定颜色 就是一套三支的那个 这两个颜色也好好看哦 这外包装也太好看了吧 感觉钱包被掏空 它彩色的其实和这个黑色的比起来 我觉得怎么说呢 如果要是说配得上小浓心的话 还得是这个黑色 但是它这个Unible One 这个系列的笔真的太会营销了 太会营销了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彩色笔奖 今年的彩色笔奖是国瑜的这个Mark家 它是一个双头笔 我觉得它配色还都挺好看的 我买的这一支是灰色和黄色的一个配色 双头笔 大家可能知道百分之百 它是两个不同的笔头 它这次呢 是这边是一个宽头的 大家可以用来画重点 然后呢 它这个细头的呢 这次是一个非常非常细的笔头 一边的细头呢 就是基本上和我们平时用来记笔记 这种中性笔的粗细是差不多的 然后它给出来的使用方法呢 是在笔杆上面已经画出来了 就是这样 一边可以画重点 一边可以用这个细的笔呢 画一些圈圈圆圆圆圈圈 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还挺实用的一个双头彩色笔 这个没什么好多说的 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还是挺适合学生党的一块彩色笔 下一个就是这个橡皮擦奖 橡皮擦奖是给了这个ZIG ZAG 应该是三star的这个橡皮 它就很像是我们的那种压缩 有点弹簧的那种 这个橡皮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角特别的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多少个角 感觉它除了角就没有别的了 所以这就是它主打的 我可以擦非常多的细节 上学的话 如果我们以前就比如说 我这一笔写错了 就要想擦这一笔 如果你用一个很宽的橡皮的话 你就容易擦过了 这个呢 就是可以擦非常非常细的一些细节 但是我其实已经用过了 我发现它擦的干净程度啊 不是那么的让我满意 但是它在擦细节这上面 还是完胜的 还是挺好用的 小小的一块 下一个呢 是包带奖 它呢 这次是颁给了 紧工的这个 Flattyworks 就是这个系列 它的获奖原因呢 是它是笨重的带中带 就是我们平时作为 你书包里面的一个小收纳包 这个包就是颜值还挺高 然后还很结实耐用 它这次获奖的这个呢 它是把材质换成了这种布的 是这种很耐磨的 应该是帆布材质吧 棉帆布 对 然后混合着透明的PVC 这次呢是买了两个尺寸 一个是这个 黄色的是A5大小的 然后这个墨绿色是A6大小的 看到这个文具以后 我觉得特别适合冲哥 非常非常适合冲哥 我准备拍摄这套视频 白天送给冲哥 冲哥很喜欢这种小小的收纳的 然后又很简约但是又很精致的这种东西 它这个小收纳包 你们看着想 它其实侧面是有厚度的 我可以塞一些东西进去 手机肯定没问题 我这个是12 Pro 然后是可以整好放进去的 这个大小 里面还有个小夹层 可以放一些小卡片什么的 我装一点有的没的进去 这是刚才的那个印章 橡皮啦 装俩胶带 这个厚度还是可以的 就是想跟大家说 它这个是非常实用的 如果大家平时装什么钥匙 车钥匙 然后包括我们的什么口红啊粉饼啊这些全部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实用还是在的 它的背面还有一个夹层 薄一点的纸 或者是有些什么小卡子呀 小夹子呀 就可以夹在这个外面 好拿去 它这个A5尺寸的构造和刚才A6的是一样的 也是后面有一个夹层 然后它里面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把这个分的更长了一些 这儿是一个 然后这儿是一个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 大中小拥有三个 这个收纳袋的上一个版本是这个 全PVC材质的这一个 Flighty 我手上拿着好像是一个A4大小 它这个呢是正好能装下我的iPad Pro 我这个是大的那个iPad Pro 然后正好可以吸上 完美贴合我的iPad Pro 然后我发现它这块其实Flighty它点有血 它这个系列应该收纳袋主打的就是这个 Slim and Hard Handy to Use 就是它很薄 但是它其实很耐用 我觉得它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吧 而且使用起来很方便 不管是之前全PVC的孩儿 它这次加了帆布的 它这个收纳袋里面 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硬的支撑的 它是不容易弯折的 所以你里面如果放一些 哪怕是纸张文件 它也不会说放到包里 就会把你的纸折皱 这个是对纸张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所以这个收纳袋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下一个是变迁奖 说到变迁 我觉得应该毫无疑问 肯定是Camido的 今年这个变迁奖 就是Camido的这个Fusen Marker 与其说它是变迁 不是说它是一个标记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用来标记我们看书 或者是学生党学习画重点的这么一个标记袋 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像我们平时用的那个图改袋 它这个使用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袋子拽出来 拽出来以后呢 它是可以嘎断的 它在这个位置是有刀片的 我按这个顶部它底下的刀片就会出来 然后呢就是找到想要的长度 就把它撕断了 所以其实它这个宽度是用在我们标记书籍的 比如说这本书吧 然后它这个就是 不论你标是短的重点还是长的重点 就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长度 然后去把这个刈断就好了 然后它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平时画重点的话 如果用彩色笔难免会透纸对吧 极少不透纸不透色的 而且如果你用了笔的话呢 是会有一个问题 你如果画错了是改不了的 但是你用这个袋子呢 就是你可以随意改地方 然后我觉得这块不是重点 我就可以把它撕掉 虽然这个袋子设计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它价格是有点小贵的 我觉得可能学生党很多就劝退了 再一个呢是我觉得应该叫什么 信封什么套装奖 我不知道它翻译的具体的这个奖项 应该是什么 然后获奖的是这个古川纸工 这个里面呢是叫复古百货商店 它这个最新我的地方在于什么 它非常像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贴纸 就是给你一个人的模型 然后给你很多衣服 你可以自己去搭配给它穿上 我买了两个不同的裙子 它里面呢是有便签三枚 人形三枚 洋服三枚 有两个信封 我拆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我当时就觉得 哇这一下就回忆童年了 这个呢是两枚牛皮纸的信封 好可爱哦 这个太可爱了吧 这边呢是先是有三个人 它在这个背景纸上面还有三个那个衣架 就好像这个是挂在这儿的 最有意思的地方终于大家了 就是这个小人呢 你看它这个裙子上面是有横线的 我可以呢在这上面写一些 焦焦画 我把这个裙子给它穿上以后呢 大家就不知道我里面写的是什么 然后再把这个小人 放到这个信封里面 就是这么的有意思呀 我觉得这个太好玩了吧 这个是另外一套 它就是裙子上面的花纹 会不太一样 这个呢就是这个信封奖 下一个应该是这个印章奖 印章奖还是Middley的这个 这个和刚才的这个 其实是感觉像是一个系列的 毕竟都是Middley出的嘛 然后这个我买的时候 其实很多特别热门的已经没有了 我就挫子里拔将军 挑了一个shopping list 它印章上面的图案都是比较实用的 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看 这个图案基本上就是所见即所得 印出来就是这样的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展示 这个旋转印章这个图案一样 这个印出来也是非常的精细 不会透纸 然后也防水 但是这一个好像六七十 我觉得这个单价稍微有点高 如果有一些评价的替代的 我从个人角度出发 我是不会选它的 但是印章质量确实都非常好 这个印章呢 你拿出来看 你看不到它有明显的凸起 这个呢就是它印出来的图案 所以呢就是唯一 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点 它怎么能印出来这么精细 但是看不到任何凸起呢 就是它的油墨是藏在里面的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这个面上面 做了一些只有局部可以渗墨的那种 所以它印出来才能这么精细 你看 真的它就是一个平面 非常的神奇呀 下一个呢是这个盒纸胶带奖 今年呢是给了这个警工的 masking tape book 这个和之前的获奖很不一样啊 之前获奖可能都是一卷的 至少它看上去像是一个盒纸胶带 这一次呢它是变成了一面 就这一面都是这个盒纸胶带 我这个尺寸应该是A6的 然后它比较特殊的一点呢是 它这一本呢是有不同的图案的 还有条纹的然后还有这个三角的 然后最后线圈的 然后还有一个像床单一样的格子的 它在最后最后是配了这样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呢它都已经有一些预切割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把这个抠出来 抠出来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放到这个纸上面 然后就可以描绘出你自己想要的图案 然后再把它剪下来就好 它是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 怎么说就是有一种你自己可以DIY和纸胶带的感觉 就是不用受它的限制 它上面自己也写了free cut 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剪去贴这样的一个纸 这个应该是我买到的最后一个文具大赏的获奖产品 我看它的翻译品牌叫什么日本神尾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 反正某宝上面都能搜得到 它是一个水彩的标记贴 它这一本呢非常的有意思 它在这块呢用气眼钉成了一个活扣 就大家可以旋转 然后同时呢又好收纳成一小本便于鞋带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面这个贴纸图案都非常的好看 它都有不同的名字 珊瑚色淡色什么空色 然后淡藤色和薄葡萄 对它都有非常浪漫的名字 它的这个颜色呢是有水彩晕染效果的 它不仅有方形 然后它还有长方形 后面还有圆形 非常的好看 它这个呢是我们用来做标记贴也可以 然后用来标一些重点也可以 它在覆盖在你的字上面的时候是不会把你的字盖住的 它就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小贴纸 非常的好看 反正我觉得这个大小尺寸是非常实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紧工的Kita的贴纸 就这个比它的尺寸还要小 所以大家放到任何的笔带里面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带走的 以上呢就是今年这个文房巨屋的文具大赏的 我能买到的全部文具了 然后其实我现在就是拍的多了 然后用的多了 我其实有挺强的感受的 就是我觉得现在文具大赏很少有说让我特别眼前一亮 让我觉得哇塞这个东西这个设计太绝了 太好玩太有意思的那种产品了 可能是前几届挖掘到好玩的文具太多了 大家能理解我那种感受吗 就是好像零几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用的手机是 诺基亚摩托罗拉这种手机 然后它需要有一个非常革命性的突破性的产品 像苹果手机一样 然后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让我们一下子有了对手机不一样的认识 就是我现在很少能看到给我这样感觉的文具产品了 我知道其实这样的改革还是挺难的对于文具设计师来说 但是我还是更期望在文具大赏里面能看到更多这样的产品吧 反正现在来说的话呢 就是大家只是在原来的那个基础上 然后改良 让大家就是觉得 你看我这个东西它是有不断向前推动 不断向前进步的 对于我来说差了那么一点惊喜和激情 这就是目前这两年文具大赏给我的一个感受吧 好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这次文具大赏里面大家最喜欢哪一件文具啊 可以就是弹幕或者是评论留言跟我说好久不做文具类的主题了 这次给大家抽个奖吧 我会单独重新买一份小的文具礼包 然后送给大家 应该在微博和B站都会抽 让大家可以激情互动一下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